老闆剁猪脚的手没停过 一份又一份送上桌 卤过的猪脚 外皮油亮 满满胶质 软Q的口感 这一位是老顾客的最爱 不过在今天之后 这老味道就成了绝小 很可惜啊 第一次来 哪有那么便宜的 老闆他们因为太累了 所以决定不再做 所以今天最后一天 很多人都看到报道过 点了满桌都是招牌菜色 开业超过90年的老店 宣布停业 顾客赶在最后一天 把握机会吃最后一次 门口的招牌写着 猪脚面就是店内的招牌 民国22年 面店最初开在高雄凤山的 龙山寺附近 搬前三次搬到利德街上 二代经营已经20多年 但味道依旧没有变 老客人必点的品项 一碗干面配上干切的猪脚 老涛还会切上一大盘卤味 海带 豆干 猪皮 以及粉肠等等 还得来上一碗综合汤 丸子配上店家自己包的馄饨 想到从此再也吃不到 老客人都很舍不得 他在问我问我一堆做护箭 我才知道他做经生理更好的时候 踏桌子 踏手骨 手都会把 好滋味在网路上传开 人气大增 老板娘疑似身体附和不了 决定要暂时休息 有许多客人还不知情 太晚来照拍猪脚全卖光 他们这里啊 对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 我们不知道耶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失去了一个小时候的味道 对啊 还蛮可惜的 从小吃到大 回忆里小时候的味道 最后一次品尝 心中难免不舍 将近一世纪的古早味 只能留在老客人的记忆里 东山新闻方中卫在高雄的采访报道